第六百零九集 当下有几个不愿意死的玄仙站立着表示臣服 好很好 现在你们所有的门派都要合为一体 所有的灵脉也要合一 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大门派 方寒开始整合芒山千百门派了 整合之后他会获得巨大财富 然后作为在天界活动的资金 至于这些整合了的人就安顿在芒山 休养生息 埋伏下一个火种 整整一天的时间 到了晚上 天界的月亮升腾起来 冰冷清寒 万物俱进 方寒依旧端坐在芒谷城上方的空间上 诸神国度向外扩展 把无穷山脉 平原 湖泊 都笼罩于其中 几乎是整个三千六百亿里的芒山 都在诸神国度的掌控范围之内 在世俗中 方寒现在的修为可以笼罩上万星域 成千的大世界 甚至他已经可以勉强的炼化一个大世界 在天界虽然是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笼罩一个千亿里的山脉 还是可以的 前辈 现在整个芒山上上下下 一共两千八百个宗派 全部都愿意归附前辈 他们也愿意把所有的灵脉都合并 投入前辈的麾下 陈彦上前 对着方寒禀报 同时拿出了一个葫芦 这是他们 供奉给前辈的原始丹药 总共一一枚 在说话的时候 陈彦的手也有些颤抖 他从来没有拿过一一枚原始的 那么多树木的丹药 这些可都是巨款中的巨款 好 这些门牌都是供奉 我就收下了 将来闯荡天气的时候用得着 方寒得到了 伤死落身上的六亿原始丹 不过 这一亿也不肯放过 自然收去了 他施展三十三杯战力的时候 需要大量原始之气 以自身的吞吐 根本不够消耗 宣贞道人 陈彦 我现在 就传授你们一些绝世神通 你们好好修炼 替我掌管这些门牌的修饰 培育力量 说话之间 方寒指头一点 就把无数修炼的烙印 打入了两个人的体内 甚至包括大傀儡术 那些修炼的烙印 经验 大多数 都是伤自落的 伤自落可是 颁布金仙大能 绝世天才 虽然被方寒击杀 但是 他的一些修道经验 大道领悟 对于玄真道人 非常的适合 现在 玄真道人 也差不多要领悟 大罗法则 整合了 芒谷盟的资源之后 他成为权势最大的人 过不了多久 也会修成半部金仙大能 到时候 真正掌握芒山大权 天庭来人 也要有所顾忌 天庭 是不可能派出一尊金仙 前来芒山这种小地方的 好了 玄真道人 我希望你尽快领悟 到达半部金仙大能的境界 从今之后 我就要离开芒山 不过 芒山的一切 我随时都会知道 你要秦家管理 不要懈怠 方寒传授完神通之后 站立起身 呃 道有解慢 玄真道人急忙道 那 商子洛死了 好歹是天庭的人 万一天庭 真的追查起来 我们不好抵挡啊 无妨 天庭现在和神族在开战 一时半会儿 倒也不会追上 更何况 整个泉州 也不就是商子洛一个监察室 还有几位 宁针暗斗 都想暗中杀死对方 我自然有计谋 祸水冬营 方寒白白手 他炼化了商子洛 已经得到了他庞大的记忆 知道了整个泉州 还有天庭 与化门 太医门的一些事情 商子洛无疑是天界与化门的解除弟子 他知道的东西非常之多 那庞大的记忆 方寒都要好好消化一阵 不过 关于泉州几个天庭监察室 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芒山太小 不适合发展 建立一个小小的势力 保留火种就够了 方寒是条大龙 不可能困在这里 是 前辈 我一定整理好这些门派 陈燕倒是信心十足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快晋升为神仙 而且 在自己的仙气芒谷塔中 还有一尊拓跋爷 玄仙奴才 足够可以控制住局面 好 等我以后再回来的时候 看看你们的能力如何 如果堪以重用 我必定会带着你们 踏入更高的境界 说话之间 方寒几个闪烁 诸神国度消失 人也已经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 此人出现 天界肯定有大的波动啊 玄仙道人看着方寒消失的地方 摇摇头 叹气道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机遇 如果不是前辈 我们就这样死命修行 最后老死 被人欺压 窝窝窝窝窝过一辈子 而现在 我们手握大权 人生精彩 还有希望 陈彦道 哪怕就是明天立刻死 也值得了 不错 我们现在有了希望 不像以前 一点希望都没有 有足够的灵脉 原始丹药 就可以快速地提升修为 玄仙老道 也信心燃烧 只要我修成半步金仙大能 天庭也得顾忌 只能够招揽我 此时此刻 方寒已经完全离开了王山 他现在的目标 是去中州 与玉化门 想办法混进去 同时打听淹水天的消息 淹水天被永恒神炉送入了天界 不知道怎么样 当年才是长生五重造物经的修为 进入天界 连奴隶都不如 是最为卑微的小蚂蚁 不过 天界各个部州 广阔浩瀚 每一个州都比芒山大 千百万兆倍 就算以方寒横渡虚空的本事 也很容易迷失路线 得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先去泉州 在泉州的大城中 有传送古镇 可以传送到其余遥远的大洲中 在天界 要撕裂虚空 进行远距离的横渡 我的修为 很难以做到 方寒熟悉天界的时空法则 超强远距离的横渡 危险重重 其中有许多时空密动 迷雾 可以让人陷落进入 永生永世的 迷失在其中 只有金线才有可能 进行远距离横渡 彻彻底底 领悟了大罗法则 永恒不朽的真谛 才可以在天界的时空之中 不至于被迷失 其余的 只能靠一座座的传送古镇 进行来回 那些传送古镇 都是远古天庭锻造的 为了控制各大不住 不过 现在天庭势力险弱 各路强豪并起 控制了这些传送古镇 泉州的传送古镇 就是被天泉门控制的 甚至最大的一条灵脉 传说之中的生命古泉 也是被这个门派占据 这个门派之中 有真正的金线高手作镇 古老而神秘 强大无敌 方寒一面飞行 穿梭 领悟天界风光 一面默默凝炼修为 他这一次 在芒山之中 收获甚大 不但收取了一条灵脉 还杀了伤子落 掠夺到很多的大罗法则 这使得他晋升金线的道路 更加宽阔了 不过 晋升金线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是拥有了足够的领悟 在晋升的一刹那 也需要无穷无尽的原始之气 现在他的身上 虽然有七八亿的原始蛋 但根本不够晋升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一尊金线 在天界 是坐镇万方的雄霸巨头 称呼为盖世霸主 都不过分 别看方寒 现在修成了半部金线大能 又可以发挥出三十三倍战力 但是 碰到真正的金线 也根本不是对手 在伤子罗的记忆之中 要晋升金线 除了把身体之中的大罗法则 积蓄到巅峰之外 还要准备山海一般的原始蛋药 起码都是以千百兆来计算 甚至还不止 而且 还有风险 冲击不成 很容易就死亡 像铁靴门之中的那半部金线大能一样 走火入魔 只剩下十海 难怪 铁靴门的那位前辈 会走火入魔 世俗姐 哪里有那么多的原始之气 我要晋升金线 还要多多凝聚原始蛋 那条芒谷山的灵脉 就算是全部提炼了 也不过是百亿数量左右 远远不够啊 方寒是见识过了大场面的人 原始蛋虽然珍贵 但怕也不在乎 不过 晋升金线需要的丹药太多了 一时之间 他根本无法凑齐 只能慢慢积累 寻找机会了 反正他在天界的仇人也非常多 到时候谁惹上了 就要掠夺的金光 体内无数的圣法 一一凝炼着 都沾染上了大罗法则 方寒飞行修为之间 宁神静气 全身都处于了一种悟道的状态 那收入八部浮屠中的芒山灵脉 不停的变化 提纯 化为原始之气 他现在 没有豢养任何存在 因为丹药不够 本来 想把芒山那些玄仙 都收取进宝塔的 但是一想 收取了也没有用 除非是炼化成仙境 直接吞噬了 否则的话 还不如让他们自身自灭 金线 我一定要突破到金线境界 这个境界一突破 才是真正的纵横天界的开端 方寒内心汹涌 无数的天界景色 如白鞠过细 转眼即逝 他时而在虚空中跳跃 时而在云端中穿梭 路过了无数山脉 巨大城池 在他的眼中 那些山脉 城池之中的元气 粒粒在目 地下的灵脉 也是全都在他的感应之中 一些灵脉雄浑的地方 就有修道门派 甚至是城池 还有国家 那些国家之中 居然也有世俗中的普通百姓 当然 这些普通百姓的修为 也是长生秘境的人物 在世俗之中 号称万古巨头的长生秘境高手 在天界 不过是普通老百姓 或者是奴隶 天界就是天界 到处都是纯阳元气 择欲万方 可惜 无数灵脉文派 都没有看到纠罢型的文派 也没有感觉到金鲜霸主的气息 防寒飞行的足足三天三夜 按照路线 差不多接近了全州的中央 就在他心中疑惹的时候 突然 前面无数光影 锐气 霞光 拔地而起 直冲天际 无数高手的气息 滚滚冲上天空 就好像是一个凡人 来到了佛界的极乐境土 巨大古城 出现在了平原之上 无数的修饰 来来往往 降落到古城下面 方寒瞬间就看到了 好几村半步金线大能 这个就是全州古城 全州古城 展现在了地平线上 进入方寒的眼帘 与其说是一座古城 不如说是一个巨大国都世界 类似于极乐境土 亘古魔域一般的 自我创造之世界 这座古老而壮丽的城池 坐落在土地上 一眼看上去 不知道多少高手 隐藏在其中 人来人往 无数的天仙 神仙 玄仙 都进进出出 相比起来 世俗之中的大世界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 而且在城池之中 空间连接着空间 国度连接着国度 一草一木 一湿一水 都蕴含着大道的痕迹纹理 显然是被绝带高手 精心营造 方寒感觉到 就算以现在自己的修为 进入城池之中杀人闹事 也很可能被围杀 而出不来 这泉珠古城的地下灵脉 方寒最感兴趣的 自然是生命股权 如果自己能够悄悄潜伏进入灵脉中心 汲取元气 晋升金仙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睁开了洞天神眼 看向地底 深邃的地底居然一片灿烂 似乎有无数光在涌动 应是看不清楚 那生命股权灵脉 到底是什么 生命股权灵脉 居然让他都看不透 实在是有一些令人吃惊 天界的大地 浓厚的无法想象 永远不知道底 天界的泥土 也坚韧灵气丰富 其中孕育亿万兆的灵脉 先人都无法看透 但方寒的洞天眼 是三十三天至宝之一 对于天界规则 有着洞车的能力 却都看不清楚 生命股权长什么样子 这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生命股权 被大神通者封印住了 最起码都是金仙以上的强者 甚至不止一个 好厉害的进法 方寒用洞天眼观察了一阵 在泉州古城下方的那团 足足有一个大世界 那么大的金光 竟然闪烁着他 有些头晕眼花 他知道 这是一种厉害进法 我凭借三十三天至宝 潜伏心如地底 倒是可以接近生命股权灵脉 可是 被发现的危险性也大 他摇摇头降落下来 步行进入了古城之中 这古城的城门口 也有一队队的高手守护着 这些卫士居然全部都是天仙 而且各个神光充沛 乃是天仙中的佼佼者 尤其是带队的 乃是一尊尊的神仙 身上穿着夏品仙气 耀武扬威 凝重如山月 令人看见就不甘闹事 一进入古城 琳琅满目 全部都是店铺 有酒楼 茶楼 药材铺 丹药铺 兵器铺 各个都是高楼大厦 广阔殿堂 人来人往 仙气飘飘 比起芒古城 不知道繁荣昌盛多少倍 一时之间 处于这个繁华的先人国度古城中 方寒 竟然产生了一种 微微迷失的感觉 天界的繁华 在这座巨大古老的城池之中 展现的淋漓尽致 世俗之中 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城池 就算是修真大世界 也没有这里一半的繁华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露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609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 I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